就是和大家玩board game 廟宇雪輸入Dexit 手牌是不可以給人看的 然後投票的時候要用這個投票處 來塞進小孔 選一張去想一個故事或者相關的東西給他 哪隻兔子最快去到30分的位置就贏了 所以你如果在想$24,我會說$25 六、六、六、六都可以了 哦 看什麼 什麼時候剪好啊? 對 大家好,我是FLC 大家好,我是Akina 今天要開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和大家玩board game 而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board game 都是叫做幾容易學的遊戲 還蠻好玩的 真的蠻好玩的 因為剛才我問Akina的時候 千萬不要選擇太難了 不要那麼燒腦 這個就不燒腦的 相對上二學 就位它了 廟宇雪輸入Dexit 電視機 不是奧德賽 奧德賽是它的版本 其實Dexit是很經典的遊戲 如果本來玩board game 或者是桌遊的話 都會聽過 而它Dexit是蠻久的 很久的了 而這個奧德賽是其中一個版本 ODYSY ODYSY就是它的卡 比較有ODYSY的感覺 哦,就是圖點 對,是圖不圖 那到底是怎樣玩的呢? 現在就馬上幫大家解釋 世界關係我們已經預先開箱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裡面就有個計分板 然後呢,就是這些投票板 在板和卡差不多 總之就是用來投票的 洞洞卡 洞洞卡就用東西插進洞裡 這些就一粒粒的,叫作投票處 對,用來投票的 就是這些 然後呢,就有這個 兔子玩家指示物 可以這樣寫的 兔子玩家指示物 那其實就是 棋 是棋 就是代表每一個玩家的 最後呢? 手牌 手牌 我想用橙色的兔子玩家指示物 OK 哈哈哈 等等,我想要綠色 怎樣啦 綠色的玩家 不是,兔子玩家指示物 橙色的兔子玩家指示物 綠色的我 還有橙色的你 好過My plan is blue Oh,Your card is blue 喂,不是真的My plan is blue 對呀,真的有的 My plan is blue Dexit這個遊戲呢 就是大概3-12個人玩的 每個遊戲大概30分鐘左右 一開始我想就大概 4-5-6個就是最理想的玩法 那我們就馬上來講講規則 是 因為解說的關係就只有兩個人 但其實呢,這個遊戲最低限度是3個人玩的 所以我們派3份 每個玩家呢,第一個投票板 還有呢,會有相應的這個兔子玩家指示物 不如叫它做企選吧 是 那就要選擇自己的顏色 Kina就是綠色 然後我就是橙色 然後呢,投票的時候要用到這個投票處來打開小孔 稍後就告訴大家怎樣去投票 嗯 然後最起初一代,每玩家就有6張手牌 手牌是不可以讓人看的 而每張手牌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圖案 那全部都是一些很抽象的圖案 可以代表不同的東西 然後就是每一個玩家 輪流去擔當說書人的角色 那我們假設現在就用Akina去做說書人 那我就要在我手牌裡面那6張 選一張去想一個故事或者相關的東西給她 單身狗 那Akina就放了自己那張 她認為是最貼切去形容單身狗的一張圖案的卡出來 其他玩家呢,就要從她的手牌上面挑選一張 最切合單身狗這件事的圖案 都會扔出來 我幫電腦選一張 單身狗 我也會扔一張出來 然後就洗牌 洗完牌之後呢,就要揭出來 那大家就看著這三張 那全部都有Number的了 1,2,3 就去看哪張都是Akina想出來的單身狗 然後呢,就會用手上這張投票卡和投票處去打開 你覺得最像Akina心中的單身狗的孔孔那裡 這個時候我就刺... 很髒的 這句 哈哈哈哈 我完全沒有刷過刀 就是刺到孔孔那裡 對,那屬於Akina的那個... 不是啊 不是 當然啦,在投票的時候就不要被其他人看到 那作為說書人的角色呢 就要刺自己那張 但經過一輪咀炮之後呢 數三聲,然後1,2,3,1 一起扔出來投票 沒錯啦,牠就是一隻單身狗啦 其實這個也很像 其實牠很像,所以就符合到這個遊戲的玩法 對啦 投完票之後就會直接進入每一輪的計分環節 假設電腦投給1號 計分的時候就會有三個情況出現 第一個情況就是 全部人都猜中或者全部人都猜不中 這個時候 雪雪人就0分 其他冷價就2分 第二個情況就是 有人猜中有人猜不中 這個也是經常發生的局面 這樣的話雪雪人就會有3分 而猜中的玩家都會有3分 就好像剛剛那樣 Akina所出的號碼是3號 我呢,又剛好猜是3號 電腦呢,就是猜1號 那Akina在雪雪人的時候 因為有人猜中了牠 所以呢,牠就有3分 一隻兔子彈 1,2,3,3號 你猜中了就有3分 所以就1,2,3,3號 而因為藍色,電腦是沒有猜中的 所以牠就1分都沒有 但是牠投給了你 這個時候呢 還有一個額外的拿分方式 就是 你陰島人 陰島人 所謂的陰島人 其實就是電腦選了1號 而1號呢,其實就是我出的卡牌 那就是牠不以為 Akina心目中的單身狗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這張是我出的 所以我就有額外1分 我就變成4分了 簡單來說 當你不是雪雪人的時候 有額外的人投票給你的話 每一張就會有1分 而上限呢,就是每個回合3分 換言之呢 如果每一個回合裡面 你不是雪雪人的時候 你又猜中了 而額外又有很多人猜錯了 投給你的話 其實1回合 你最多可以拿到6分 每一個回合終結了之後 這些就會變成廢牌 因為我們每個回合都會放一張手牌出來的關係 所以就會輪流在這裡 再翻一張手牌 然後就輪到下一位出題 願此類推 然後遊戲就一直這樣進行下去 這隻兔仔最快去到30分的位置 就為之贏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是龜兔賽派的故事 兔仔要衝去終點 兔仔是要衝去終點 龜變成影 你是不是龜的 我不要做綠色的龜 剛剛所說的就是3-6人的玩法 其實7-12人的時候是互再複雜一點 不過這條片就不說了 就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Dexit這個遊戲 因為存在了很久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其實因為它每張卡牌的圖案 大家都是可以自由發揮的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DLC 這個就是10周年特別版 再有多些額外的花款 就可以令遊戲變得更多 但基本上其實玩法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自己 本身都經常玩這隻叫Dexit的遊戲 但是我覺得永遠最麻煩的位置 就是計分 就很容易亂 其實就有一個有系統的方法 讓大家更容易去計分 每一個玩家完了之後 就用他那個軸角去問 有沒有人投你 你投了誰 這樣去計算 這樣去計算就沒那麼亂了 規則就說到差不多了 當然要扔遊戲 我們就會請一些小... 不是 請一些小朋友過來 XX 你小朋友 都真的是小朋友來的 1 2 3 XX XX 那麼高難度 很高難度 嘩... 看這張啊 看這張啊 是不是很失望見不到 冷卻塞浪宮下的那個人 哈哈 嘩... 很像 很多次 全部都有Feel 真的有Feel 希望你們都會給個like 還有訂閱 還有分享給你們的親朋好友 記得訂閱阿Kina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不然你都說 每個都是Pen 對呀 後面都是呀 所以原來只是MyPen is Blue 但MyFriend is you OK Good 太好了